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纽约七堂的联合创始人胡晨光和潘美业 欢迎两位 七堂是2014年在纽约成立的 是由七位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华人共同成立 现在已经成为了纽约地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席之所 首先想请两位跟我们讲一讲 这些非常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人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 说说你们成立之初的故事 那好 我先说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在一起学习古琴 对 然后通过老师们的介绍 然后大家认识到一切 然后之后我们在一起一起弹琴 一起做一点小的雅集 然后有时候也跟老师 然后做一些交流 慢慢地大家就越玩越大 后来就认识一些其他领域的人 比如说茶人 对 然后后来我们越来越大 然后慢慢有了其他 我补充两句 其实我和小潘都是刘丽老师的古琴学生 然后 殷勤结缘 是的 其实包括我们七堂最开始的七个创始人 大家不是师兄弟姐妹 就是说都谈古琴 所以真的像您说的是殷勤结缘 然后之后我们有一些其他小伙伴 就像小潘讲的 在各个领域 尤其是中国传统领域都有涉猎 所以我们聚在一起之后 大家一下子好像就头脑风暴了一下 然后就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古琴 因为我们在热爱古琴的同时 都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聚到一起 这个火花就迸发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探寻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方式来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然后之后就是有了各种各样的形式 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茶道 花道 甚至在做雅集 做展览 但是或多或少都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小潘是88年的 对不起 小潘是90后 我是90年 小胡是88年的 那像你们这个年纪 你们对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愫 是从何而生呢 跟我们讲讲你们的经历 因为一般像我们的印象当中 当然我自己虽然也是80后 不过我会觉得好像80后的这个年轻人 那90后 00后 我们的印象是说 因为这个环境的改变 社会的改变 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流行文化更感兴趣 那你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是如何培养出对这个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的 我应该是从小就是一点点的培养 我因为小的时候是因为外公外婆 他们是老师 所以我很早就会他们就帮我启蒙 就认字啊 算数 然后就进行就简单的阅读 就慢慢的自己就有一个阅读的习惯 然后后来就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 会去接触更多的书籍 就慢慢的读了很多 就是古典文学也好 外国文学也好 都会有读 然后读到这些书的时候 也就会对比如说古人的生活 也会有兴趣 同时我在小的时候也有学过水墨画 就只是简单的写意的花鸟充鱼 但是对你的审美 对 也是有帮助的 是有塑造的 是 慢慢的后来是 我是对古琴感兴趣 也是因为那个琴棋书画这四个字 后来真正的是想学 在那个念头冒出来 是因为我在那个写意山水的课上 我的那个老师说的是 他有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画家 他出去写声的时候 都会带着古琴 对 他一边画画 然后一边弹琴 然后我就觉得 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琴和画 能够互相有机的结合起来 然后这个琴的声音 也可能会帮助画家 就创作出更好的画 对 就好像是 带来灵感 带来灵感 就像是说 弦外之音那种美感 画外肯定也有画外的之音 对 那你学古琴大概是什么年纪 我已经在出国留学之后 出国留学之后 然后在某一个暑假回国 然后就简单地学了一个月 然后后来是因为毕了业 到了纽约 有机会了 有机会碰到了琉璃老师 然后碰到了大家 然后这才正式开始学 我其实跟小潘比较像了 但是我跟他不同的一点 就是我因为是生在中国陕西省 岐山县 岐山就是我们说 奉明岐山的那个地方 它是周园文化的发源遗址 然后就是我生长的那个县城旁边 其实有很多殷商的遗址 周园的遗址 然后包括诸葛亮 最后去世的武藏院也在那边 而且我从小就是爷爷奶奶 老老老爷他们对我影响很大 就是他们因为有些人 是在博物馆工作 所以我从小就 因为家就在那边 所以就接触了很多 传统文化的这些影响 那么我受此影响 也是从小就喜欢 传统文化的东西 我还记得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看武侠小说 上早自习 外面套着语文书的课本里面 放一本武侠小说 然后被老师发现了 之后没收了一个学期 然后我一个学期 都很不想上语文课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是一路走来 甚至到了美国之后 我觉得 在美国还在高中念了一年 对 我在美国上过一年高中 我出国比较早 我在美国上了高中 上了大学 上了研究生 到后来工作 这段时间 其实心里 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一种敬畏的感觉 而且是莫名的 亲近的感觉 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 还是我们的根吧 所以说我从小到大 一直都很喜欢这些东西 即便来了美国 西方文化也 没有办法影响你 对 我觉得 因为我其实 可能和一些 来这边上学工作的 朋友不太一样 因为有些人 可能来了这边 直接工作或者上学 但是我实际上 是在美国人的家庭里 住过两年 就是一句中文不会讲 然后天天吃着西餐 然后可能那两年的时间 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我不仅是说 一直喜欢中国文化 我也从最底层了解了 美国的文化 但是在有了了解之后 有了对比之后 我反而觉得 我对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 会更加感兴趣 很骄傲 是 很骄傲 而且更多的是一种 敬畏的感觉 因为对比之后 你会发现 两种文化不同的地方 各有各的长处 那么我会更加珍惜 我自己的这个根源所在 因为我们一说到 两国的文化的根源 因为美国的历史都很短 才几百年 不像我们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 而且在这几千年当中 其实我们的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一直在延续的 它不像欧洲的文化 可能一个文明 战胜了另一个文明 但是对于我们华夏文明来说 我们始终拥有的是一种文明 所以可能在这个程度上来讲 我们能够追根溯源的东西 是非常深远的 同时就像你之前说到的 你的出生之地 因为这样那样的地方生长 所以对于这些历史 从小就耳濡目染 这个对一个人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哪怕是不管以后 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 我想这也是 你们作为年轻人 能够在纽约 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一直在践行来这个 我们说中国的 或者东方的这种传统美学 并且把它附逐在 这个实际的生活之中 那现在我们说这个七唐 它的规模是怎样的 除了你们几位创始人 还有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 这个葛文朝堂主之外 大概有多少成员 平时参与活动的规模 或外面我们说这个西方人 他们的人数又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的核心成员 大概在十人左右 是 对 但是就是通过这三四年的积累 我们认识了很多 就是这种道合的小伙伴们 所以在其实各方各面 比如说我们办雅集办活动 他们都会给予我们帮助 就像我们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叫英菲尔 他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 那我们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做很多活动 展览会牵扯到一些 比较细节 比较学术的东西 我们都会向他请教 然后他就会给予我们 很多专业的意见 那包括我们现在的艺术总监 他现在是在国内 做一个艺术空间的 也是一个艺术总监 所以我们在平时 雅集策划的一些方面的事情 都会去问他 所以就是说 所以这个力量是来自 这个我们说 不单单是纽约之外的 这个美国地区 还包括在中国的 一些这个文化界的朋友 对 然后像我说的 我们刚才 我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的核心成员 大概十人左右 如果算上志愿者 加上一些我们的顾问 一些好朋友 可能在二十到三十人左右 所以我们每次办活动 其实是充满了信心 因为我们不仅是说 小伙伴们都很优秀 同时是我们有 很强大的后盾 给我们提供各方各面的 专业上的支持 所以就是每次办活动 大家还是都挺开心的 那具体七堂办的这种 和中国古典文化相关的活动 都有哪些 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当然我知道不少 不过我想了解一些细节 比如说 这个茶道花道 你们平时是如何研习的 如何赏诗 辅情 都跟我们讲一讲 好的 那我先来说吧 我们现在现有的是 有古琴 茶 花 主要还有书法 和水墨画 对 大概就是这几类 那么 我来说说茶吧 我们茶呢 现在纽约 我们七堂在纽约有一位常住的 很资深的茶师 那么关于茶 我们会开展茶会 就是不定期的会 以一些特别的角度 去介绍一些中国传统的 和一些比较珍贵的茶 然后我们做一场茶会 请大家来 来了茶会 大家可以 当然首先要喝茶品茶 同时 大家可以交流心得 除了茶会以外呢 我们也会 教授大家茶客 是中国传统的茶客 那包括茶的辨别 鉴赏 以及茶的冲泡方法 怎么去品茶 然后除了茶客之外呢 我们定期 其实也是会和 当地的一些 就比如说我们七堂空间旁边 有一个伊丽莎白公园 那么他们之前 公园做活动 他们就会请我们去 给客人摆一个简单的茶席 同时呢 客人就是 在喝茶的同时 可以了解到更多 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就是说 是一个很立体的 发散过程 我们是希望通过 不同的元素 不管是教课也好 还是说办茶会也好 来更多的把茶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发扬出去 听说你们还有一个 七茶项目 而且到每周五的晚上 是有个这个 叫是深夜茶馆 是吧 是的 听说参加这个茶馆的人 大部分都是西方人 是这样 因为我们深夜茶馆 开始的初衷呢 就是说考虑到 大部分人是上班族吧 就是平时没有时间 所以就我们专门 设在周五晚上 这个大家可以忙了一周 可以放松的一个时间 然后来我们气场空间 做一做喝喝茶 很奇怪的是呢 就是这个时间段 真的来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人 我们也开始很惊讶 后来才知道 其实在美国在纽约 有很多很多的美国人 纽约客是非常喜欢茶 中国茶 而且他们研究的很透彻 因为我给您举一个小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很多东西都是抽象的 比如说我们泡茶 那可能讲究一个仪式 或者是感觉 但是美国人怎么泡茶呢 他们要拿一个小秤出来 然后这一壶茶 要放多少茶叶 他们会先量精确到课 然后他们会做记录 是一套很系统的方法 等于是完全是 两个文化不同的表现形式 但是到最后 大家喝的都是一杯 很好喝的茶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对 您说的这个 我就想起来 其实这有点像我们做菜 就中国人做菜是凭感觉 就是放多少盐 放多少酱油 就是我是凭感觉 但美国人你会发现 每家都有个小秤 对 什么东西都要称一称 然后再放进去 这个是两个东西方文化的 这种区别 也是这种怎么说呢 就是文化的不同 但是给相同的物质 它带来了更多的碰撞和新鲜感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 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小胡哈 之前为我们介绍了 关于你们茶道的课 以及茶会 其他的种类 像花道 包括书画 还有古琴 你们是如何研习的 那我来说说古琴课 当然古琴 作为我们祭堂的重中之重 我们现在古琴课的形式 也是非常的丰富 就是我们现在有开了不同等级的授课的方法 比如说一对一和学生授课 然后有一些单曲课 有一些古琴的体验课 尤其是像古琴体验课 就是给很多想了解古琴 但是没有怎么接触古琴的朋友 有一个机会可以免费或者是花少量的钱来精正地看到 接触到古琴 然后他们如果产生了兴趣 就可以跟我们继续学下去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和我自己学琴的经历其实是蛮像的 因为我最开始喜欢古琴 其实也是在网上听到了 看到了一些视频 听到了一些 什么时候 是来了美国之后 是来 很巧的 其实是来了美国之后的事情 当时很后悔 在国内那么久 没有接触 反而是来了美国 通过网络才了解到 那么我当时了解到之后 就像入迷了一样 因为我不知道小潘了 古琴对我来说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之后 就像着魔了一样 就特别特别喜欢他的声音 然后在网上搜各种视频和音频来听 当时我还在这边上大学 那么我暑假特意回了一趟国 就是去联系了一下 然后我买了一张古琴 然后背回到纽约 但是即使我下了机场 下了飞机在机场 我都不知道在这边能不能学习古琴 能不能找到老师 是这样的 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 有那么一腔热爱吧 就是即使没有老师 我要把我买到了古琴 背到这边过来 然后很荣幸的是 也很凑巧找到了流利老师 一直学下去 就像我们 所以我其实是 就有时候会想 想给像我这样的 也喜欢古琴人 更多的一个机会 尤其是在美国 在纽约这样的地方 所以像我们办的古琴体验课 就是为了给喜欢古琴的人 有一个机会 能近距离地接触古琴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 把古琴的这个传统文化 继续发扬 作为兴趣爱好 因为两位呢 其实都是来美国之后 才开始学习的古琴 不过两位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爱吧 所以呢 精进的非常快 是不是 两位都是获得了 这个第二和第三届 纽约明月国际大赛 古琴青年组的金奖 这个非常不容易 那是不是在你们的古琴课上 你们俩也是这个主力的这个教师 小潘的学生比我多 七堂主要的古琴老师 是我和另一位小白老师 小白老师今天没有来 对 平时是我跟他 基本上分担了所有的课程教学 包括之前的体验课 然后也主要是我们去教 我们之前还曾经在法拉圣图书馆 做过免费古琴公益讲座 不过那个时候主要是我和小胡去 然后他是作为讲解 然后我作为示范 就这样 而且对七堂的古琴 我们还有设有内部雅级 我觉得内部雅级是非常有助于 就古琴学员的 琴艺的精进 因为他们也像我们之前学习一样 跟刘老师学习一样 我们互相不认识 我们这个内部雅级 就是为了让我和我的学生 和小白的学生 让大家互相见见面 因为两个老师教 虽然我跟小白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但是我们的学生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互相吸取对方 谈得好的地方 或者对方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我们互相学习 互相改正一些比较不太好的地方 所以其实像这种 比如说中国的诗书画 古琴 还有这个茶道 已经充斥着你们整个生活 那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从你们的角度跟我们讲一讲 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一种 心底向往的寄托吧 因为我就像我说了 就是你就想过这样的生活 是 我觉得它更多的 其实是对生活的一种补充 就是说 我虽然从小喜欢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但并不是意味着 我每天要穿着汉服 在街道上走 或者说是打扮得很像古人 说话也很像古人 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 这个现代化的一个时代里面 但是我是觉得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可以从传统文化 从古琴里 学习到很多东西的同时 能算是自己的一个后盾 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会体会到很多 生活中的感悟也好 那么我 或者说我在练习的时候 练琴可以让我静下心来 如果我今天碰到了烦心的事情 碰到了不开心的事情 可能有的人去买炸鸡吃 有的人去烧品 但是对我来讲 我可能更愿意坐在古琴面前 静静地静下心来 弹上一曲两曲 能帮我梳理我的脉络 然后我可以更好的去过好之后的每一天 对 我的想法与它类似 我觉得古琴是真的是 但是给我生活中带来一个放松的一个感觉 我之前是做税务会计的 因为到那个睡季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忙 真的早上起来天不亮就去了 然后回家一天早就黑了 然后每次 但是那个时间我是真的有坚持 每周去老师那学琴 每天也那么晚了还是练琴的 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跟数字啊 会计那些regulation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给一个 就是人还有一个大脑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境界 那这是不是也是这个两位 最终都放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然后专注于七堂的这个原因 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因为我们说生活在现代社会 尤其是在纽约 很多人都会说 在纽约我要多一点工作经历 多一点生活经历 但是两位反而选择放弃现代生活 回归到传统 说说你们的这个抉择 就是当时做这样的决定 对你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呢 还是也纠结过 多少还是会纠结过 但是我觉得 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商量过了 但是好在家里人知道 我们从小就喜欢这些东西 还是比较支持 理解 至少我家里是这样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纽约这个城市 是有它自己的魅力 它非常的多元化 我们可以看到 每天在林肯中心上演着 世界各国不同的艺术家 表演的艺术形式 那么在这样一个文化的中心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时候 也是看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 甚至是不同年龄层朋友的积极的响应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的汽塘深夜茶馆 来的基本上都是美国朋友 他们可以坐在一个很古风的 中国风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喝着中国茶 喝着中国茶 说着英语 但是并不影响大家交流 然后包括我们在做的这些古琴课 茶花课等等 可能是很多元素组成的 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的自然 就是会感觉到纽约真的是很多元化 然后各族人士都对所有的文化 有非常大的包容性 这也是给了我们信心 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 并且一直做下去 那其实不久之前 受这个华美人文学会的邀请 你们在纽约上演了一出 古琴剧《张代一日》 那张代呢 他是名末清初的这个文学家 也是史学家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人物 来作为你们首部古琴剧的主人王 实际上古琴剧这个概念 我们觉得还是比较 是你们首创吗 我们不敢说完全首创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 在美国是首创 而且我们《张代一日》这个剧 从最开始构思 一直到最后演出的第一场 实际上是花了很多心思 就像整个这个剧的结构 就是描写了古代的世代福文人 从早上晨起开始 早上起来 一直到晚上回到家的一天 那么从中穿插的呢 是由我们运用了两位老师 一个是京剧的念摆 还有一个昆曲的韵摆 来做类似旁白 来解说这个故事 同时我们也谈了四首琴曲 来烘托这个故事 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古代的时候 文人是怎样来过一天的 因为其实对古代的世代福而言 他们一天是离不开琴的 因为像古话说的 是无故不彻琴色 就是岸上一定要放一张古琴 他们可以出去游玩看戏 可以去雪中赏梅 可以在湖中欣赏雪景 但是古琴是离不开他们的 茶也是离不开他们日常生活的 那么我们选了张代一日 选了张代这个人 是因为他是在明末很有影响力 而且他对茶的发展是很有影响 然后他当然也弹琴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整个做成一个剧 给大家一个更立体 更丰富的一个感觉 不仅仅是说大家 像我们以前半雅集 大家只是来听我们弹琴 但是在弹琴之于 我们加上了一些互动 加上了一些旁白 有些背景的介绍 能让大家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 能更多地去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古琴 那么也能得出一些结论 通过我们古琴的演奏 然后让大家更丰富地去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 同时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古代的人物 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 中国古人他们生活的一个风范 因为就像你之前说的 包括我只看到了图片 不过看到图片我觉得 这个还真的是挺有古风古运 很有意境 所以我想作为现代人 尤其是在纽约这样一个都市 如果看一出这样的古琴剧的话 可能对于人的身心 它是一种怎么说呢 我说就是能够让你脑子里的这种意见 或你身心的感觉气场吧 整个就转换了 或许这样的就是怎么说 这样的方式 对于年轻人来说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减压的方式 那看剧的观众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都像你们一样 80 90后 西方人 我们当时那一场去的大多数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 这个年龄层就没有特别固定 有比较老一些的可能70左右 也有年轻一些可能比我们还要年轻 对然后去了它大约是80个人吧 对就每个人都非常认真的在盯着屏幕 就是我们播的那些话 然后或者是在听那些精白或运白 或者是在听我们弹琴 像我们当时 我有看到有好像是海外昆曲社的老师 有去 对 可能是被我们吸引过去 可能是从专业的角度去欣赏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 像我们有一些 最近在联系我们想跟我们学古琴 那些很年轻的朋友也去了现场 可能他们也想借这个机会 听一听古琴 看一下古琴 所以说观众的受众确实是很广泛的 但是像小他们想说 像小他们说 有一个大学的 有一个健康的张带领 有一个小的战士 有一个猜想的 有一个小的战士 有一个小的战士 听不懂吧 那关注的反复会是怎样的 有没有这个缺候 跟大家交流 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些 然后我们跟他们有问题 然后甚至就想让我们再 来多谈论